歡迎收看 民視台灣學堂 台灣縣法學這個單元 我們今天很榮幸的可以跟許教授 一起來聊聊有關抵抗權的心思 我們先歡迎許教授 各位觀眾朋友 主持人好 你好 我們現在知道 因為太陽花學運的產生 就知道可能是 公民教育的某些環節出了問題 我們想聊聊 有關於教育的方面 許教授有什麼樣的意見呢 是的 我們上次提過 如果國民不化於統治者 包括總統 國會議員 所有公務員 沒有隨時監督他們 那這個社會國家 就不可能成為真正民主法治 的一個社會跟國家 台灣 我們看 我們的青少年 從小所受的教育 是要效忠政府 要相信政府 你們要信賴政府 要支持政府 甚至要效忠領袖 搞個人崇拜 各位想一想觀眾朋友或主持人 你在學校有沒有老師告訴你 你要質疑政府 你要懷疑政府 你要隨時監督政府 不可以相信他 如果有的話 那台灣今天就變成民主法治的國家社會 就是因為沒有 兩百年前我們上次提過 兩百年前我們上次提過 美國總統 中黨愛國 要做一個守法的好公民 要做國家學校的模範生 要考第一名 就有獎狀 就行為品性 效忠國家 中黨愛國 就給你鼓勵獎學金 在這樣的遊戲規則之下 怎麼可能培養出 華裔天獨政府的公民力量 更不會對不正義的體制 自告奮勇地站出來 我要進行抵抗 我要扭 我要把這個扭曲的民主法治 違反憲法體制的道路 把它扭轉過來 過去台灣的學生運動 或是學生 甚至被教官來處罰 因為你必須要當順民 政府凍結憲法 實行戒嚴 要人民遵守惡法 不可以反抗 甚至灌輸一個錯誤的觀念 惡法一罰 惡法即使不對 那要好好慢慢忍耐 等我們改惡法一罰 你們還是要遵守 還要大家逆來順受 我這裡來講簡單的兩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 我日本很好的學者教授 他開學的第一天 對來選他課的學生 所講的第一句話說 你們選我的課 來上課出席 我很感謝 但是上我的課 你們要知道 你如果來上課 不發問 不質疑我 不質問我 那我會把你們打成旷課 當作你們要來 這個就是 先進國家的學者專家 他從小 他從課堂 從教學的過程 就是要要求 學生不要相信他 懷疑他 質問他 事實上我個人回到台灣任教 在課堂裡面最會懷疑我 最會質問我的 現在都拿到博士 在各大學教憲法 教國際法 都是優秀的學生 反而那些不質問 乖乖上課的學生 是沒有成就 所以我也是一再的要求 你要質問 要思考 要建立自主思考的能力 不要被強制灌輸 任何話語 你就要質問 勇敢的聽出來 是 謝謝許教授 那我們就知道 其實許教授的社會經驗 一定是非常豐富的 就想聊聊 過去台灣的抵抗運動 歷史及一些影響 還有跟金字塔的抵抗結構 有什麼樣的本質呢 是的 事實上台灣長期以來 沒有錯 已經有很多攻擊性的抵抗運動出現 它鑄成台灣人民站起來 站出來 我們從桃園的事件 衝進攻擊警察局 選舉以後開票不公平 所以發生的 到美麗島事件 過去我們講過 法律禁止阻擋 但是民進黨黨外力量 挑戰惡法 法律我不管 我就是組成了民進黨 所以 阻擋運動 基本上就是 違反法律的一個運動 讓今天民進黨掌握政府公權力的人 要回憶 回想一下 當然你是怎麼樣來挑戰惡法 今天你統治之下的政府裡面 還沒有惡法 還有沒有檢察官司法官亂判 亂起訴 太陽花前陰的人 那這個就是惡法惡勢力 那你就要反省 否則人民起來抵抗 那你怎麼辦 你過去走過的這些 都是一步一腳印 請看看過去你們所走的路 是怎麼樣進行抵抗來阻擋 鄭然農先生 那更不用講 他為了爭取言論自由 為了主張獨立建國 國民黨認為是違法的 違反刑法律表條 檢察官發出拘票 要他出庭應訊 在當時的環境 沒有錯 會被判刑 但也不會被判很重 兩年三年 就可以關出來 但是 鄭然農先生 他勇敢的行使抵抗權 拒絕拘票 公開的講 你如果衝勁來逮捕我 只能代表 逮捕我的身體 不能逮捕我的精神 所以他就進行 最強烈的 積極的攻擊性抵抗 所以鄭然農先生的自焚 犧牲生命是 最強烈的攻擊性抵抗 1990年 各種社團成立 特別是 台灣教授協會 成立的時候 其實多位教授 發言 準備連署 通過章程 主張 台灣應該獨立建國 當時有兩位 國民黨的 比較接近的學者 也在場 就站起來說 如果今天我們 台灣教授協會 通過這個主張 台灣獨立的章程 明天我們這些教授 可能都會被逮捕 這個時候大家都 愣了一下 當時就幾個年輕的教授 一直瞪著我 那我只好站起來說 我一生從來沒有參加過 任何政黨或組織 今天我來參加台灣教授協會 就是因為有 主張追求台灣獨立建國 這個章程 你如果拿掉 那台灣教授協會 就沒有成立 也沒有存在的意義 結果在當年台灣教授協會 公然的主張追求 台灣獨立建國 稱為組織性的 抵抗運動的一個代表性的力量 這個我們也可以回味 過去 當初刑法100條 有言論判斷罪 判亂罪刑法100條 你只要言論思想判亂 那你就要抓去關了 最高到無期徒刑 不能主張台獨 也可以主張共產主義 惡法還是惡法 如果遵守這個 如果這個言論刑法100條 沒有廢除 那到今天仍然存在的話 不只主張台灣獨立建國 要被判罪 那些到大陸的台商 要判罪 你支持共產政權 主張共產主義 配合北京 那些到北京 跟共產黨站在一起的將軍們 你們到今天馬上回來會被判刑 所以在台灣主張 跟共產黨和解的 所謂和解統一 這些民間組織 通通是刑法100條 言論判亂處罰的對象 當初他們沒有站出來 勇敢的抵抗 廢除這個刑法100條 這些人當時的立場 跟今天他們享受 可以主張到跟敵國唱和 那這個實在是 他們應該要好好反省 當時中央研究院李正元教授 還有陳思夢教授 林山恒教授 廖義恩教授就發起一個 100行動聯盟 就要廢除刑法100條的抵抗運動 所以成功廢除 才有今天 台灣就是這樣 許許多多的 民主前輩 覺醒的人民 始終沒有選擇屈服 順從 不斷地對不義的政權 違憲違法的體制 進行抵抗運動 才有今天的自由民主 這些都應該在 台灣青少年的公民教育 讓少年們 青年們 大家思考理解 其實民主真的是一條 非常漫長的路 從以前的農村會的林國華先生 以及民進黨的林毅雄 其實他們後來在當時 都還是遭到司法判決是有罪的 到今天 太陽花學運的兩個判決 儘管 雖然還是有些事有罪的判決 可是兩岸的法官呢 他都 採用了抵抗權理論這樣的論述 我們就會想要問許教授 其實對於太陽花的判決呢 這樣子的看來 您覺得會不會是一個進步 我記得上次問許教授的時候 許教授的反應是說 太慢了 然後但其實這個太慢了 這句話的背後是有一個很深的期待在裡面 是的 剛剛提到的 不只是這些 還有很多很多 都應該在轉型正義中 平反 不只是平反 還有給他們表揚 他們是勇敢站出來 在很多人 還迷迷糊糊 在那邊 被統治者當順民統治的時候 這些人作為先驅者 行使最高層次的 不管是積極性的抵抗權 甚至是攻擊性的抵抗權 結果到今天 我們還沒有看到真正的轉型 最多只是給予一些客觀的評論而已 當然 在前年 從抵抗權跟憲法保障 太陽花學運的 我參加的研討會上 針對 太陽花學運被起訴的 這些參與者 或被認定為領導者的人 你們一共有一百多位 我當然都並沒有全部在場 但是我對於來參加這個 研討會的參與者 說你們未來只有兩條路 第一條路 就是站在體制內當順民 承認中華民國現有的 不正當不合法的憲法體制內 所有的法律跟秩序 承認自己錯了 我抗議過分 所以請求統治者原諒你 放你一條路 輕輕地判你 讓律師想辦法求情 讓法官我們的法官 體會到你有反省 你有後悔 那就判情一點 是不是判一個反刑 減輕刑責 最後可能是醫科罰金 剛剛我們也提到 在私下也提到 蔡定貴教授為什麼被關50天 因為醫科罰金 他不願意 連罰金都不繳 這個是很堅強的抵抗精神 但是一般的學生 當然繳一些罰金 就可以回家好好去過自己的日子 那就解決了 但是很顯然的 他們選擇我所指出的第二條路 我說你如果是一個為台灣前途打拼 勇敢堅強的台灣人民 你應該站起來選擇第二條路 選擇上法庭 你不公不義的法庭 本來沒有資格裁判我們的 但是我們願意站上法庭 來主張 來提出 甚至來教導這些檢察官 法官 我們是行使民主法治國家 先進國家 過去發展出來的抵抗權 來抵抗惡法 抵抗違憲的 根本沒有正當性合法性的中華民國憲法 抵抗馬政府的錯誤政策 侵害台灣人民權益 我們堅持現代公民的價值理念 所以大家站出來抵抗 抵抗你們知道嗎 在法庭上我們可以跟他們講 抵抗是一個權利 但是對不起不只是權利 更應該是義務 對 現代民主法治國家 國民的義務 沒有站出來抵抗的 才是違反義務 才是不對的要反省 我們站出來抵抗 是一個崇高的使命 在法庭 深論抵抗權的理論 動機跟目的 讓台灣人民更進一步了解到 你所作所為是站在正義 合理合法 而且是沒有站出來是違反 現代公民的義務 這個是最崇高 最基本的抵抗運動 要喚醒全體民眾了解 決心並支持這種抵抗的精神 跟理念 這樣才對 所以必須強調的是 這次太陽花學運 跟過去幾次 台灣我們剛剛提到的 重大的美島事件也好 或桃園事件也好 最大的差別是 或是它在台灣抵抗運動的 歷史意義是 整個過程之中 有更多的台灣人民被喚醒 勇敢的站出來 再一次的顯示 台灣人民抵抗的力量 扭轉了台灣的歷史跟命運 所以在台灣所面對的 建國自限的過程之中 事實上 這個也不過是一個起點 我們講過抵抗運動 是要建立憲法秩序 中華民國憲法秩序不對 那我們就要建立一個 新的憲法秩序 要自限 中華民國體制 讓台灣不能成為國家 我們就要繼續的抵抗 建立自己的國家 能得到國際社會的 肯定跟支持 如果要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那我講一個笑話 立法院根本不是國會 因為我們知道立法院 就是以前小學校改裝的 所以它像小學的課堂一樣 有沒有大家去了解一下 好像是一個日本時代的中學 還是小學 立法院根本不是國會 照中華民國憲法 國會應該設在南京 首都 要反攻大陸 要回去南京 這些檢察官 法官 你們說我們隨便 占領國會 這個是哪裡的國會 中華民國的國會憲法 可以把小學校當成國會嗎 我們哪裡是占領國會 講一個笑話 我常說它就是一個小學校 在裡面的開會的 那些立法委員 甚至就是小學生 我們還要教他 不然他們一天到晚 像小學生一樣在那邊吵吵鬧鬧 根本不能徹底解決台灣的憲政體制 不能恢復民主法制的社會跟國家 也不能建立國家 當然我這樣講 也許有一些小學生會站起來抗議 怎麼可以把我們小學生 當成是國會議員 當成是立法委員 我們比他們更懂 更有使命感 所以請每天在立法院裡面 比小學生還不如的立法委員 請你們反省 請你們了解我們未來的目標 跟未來應該走的崇高的理想是什麼 不要為自知解解 在那邊吵吵鬧鬧 永遠不能解決台灣的問題 這樣子我們就會知道 其實整個抵抗權運動核心 它其實是非常有一個合法性跟正當性的 可是目前我們看到這個新聞 我們中華民國的檢察官認為 這個案件它否定抵抗權的存在 甚至認為我們是不合法的 所以目前是還要上訴的情況 那許教授對於這樣子的新聞 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當然我們這一系列的節目 一再地要來詳細說明抵抗權的意義 跟它對台灣歷史發展的重要性 事實上太陽花學運開始讓人民思考 影響人民喚醒人民的抵抗意志 在全民支持之下台灣才不會繼續 在馬英九政權之下傾向中國 讓台灣前途面臨淒慘的狀況 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 也沒有成為過去我們所提到的那些農民運動 跟那些抵抗運動的參與者一樣 成為歷史的悲劇 成為悲劇的英雄 被抓去關 應該都是兩年、五年 甚至更重的刑期 為什麼? 因為台灣人民站出來做你的後斗 因為我們台灣人民了解 他們是為我們在犧牲奮鬥 大家勇敢地站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抵抗運動就像一個金字塔形一樣 大多數國民也許只是在 金字塔形的最下面的階段 所以抵抗運動就是一個像金字塔形 當大多數國民只是站在這個層次 消極的抵抗的時候 太陽花學運或是更激進的 太陽花學運可能是在 積極性抵抗這個層次 像鄭安隆先生是攻擊性抵抗 所以下面的力量越強 甚至這些消極性抵抗的力量 已經發展到防衛性抵抗的時候 那整個金字塔形的力量 就往上提升 更強地來對違反憲法 違反亂績的體制衝撞 達到我們建立民主法治國家的一個願望 站在最頂端的抵抗者 也就不必承擔太多的壓力 甚至還要犧牲自己的生命 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可以迅速地 完成建立新體制 建立新憲法體制 建立新國家這樣的狀況 不必再浪費更多的時間 跟社會的成本 最嚴重的 我們怎麼面對我們的子女跟下一代 要把自憲建國 建立民主法治國家社會的一個重大責任 再丟給下一代 我們這一代不願意勇敢站起來 努力完成我們所要抵抗的 所以太陽花絕運是給台灣人民 再一次的歷史的契機 這一次司法機關認同抵抗權的理論 當然也有它的意義 也許我們下一次再詳細的分析 這些理論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是 我們今天目進行到這裡 其實這當中有兩條法條 是教授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法條 我們在這裡再唸一次給觀眾聽 讓你們再更確立一下這樣子的核心概念 德國憲法規定 當政府無法維持民主法治正常運作時 抵抗政府甚至推翻政府是人民的權利 推翻惡用憲法 惡用民主法治的政府 建立保障人權維護民主法治的政府 就是抵抗權理論的意義存在 另外一條是法國的人權宣言35條 當政府侵害人民權利別無他法 可以阻止的時候 起來抵抗反亂是人民及各種力量中 最神聖不可欠缺的權利及義務 就是我們今天教授所說的 抵抗權是我們人民的權利跟義務 今天節目就進行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謝謝 謝謝 謝謝